回到台湾顾问团 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 对民进党而言 这次闹出了一个 黑道党员的入党风波 其实是很有 其实民进党朋友是非常忧心 他可能是会动摇整个党本的 但是人头党员的问题 其实对民进党来说 他真的是春药 但当然也是毒药 刚才有说到了 没有人头党员的话 要在这里竞选党公职 太难太难 因为光这个党员的一个支持率 就没有办法冲高 于是这个问题 党主席苏仁昌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 今天他能够当到党主席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黑道党员风波 该怎么处理 于是我们看到民进党中央的处理 一开始就是 事发了党中央推回给地方党部 地方党部实在承诺不及 又推回给党中央 就是以推我推 二推三推 推了十几天 那么党中央来终于有所作为 提出今天的一个实质审查 4月18号 4月17号刚才说到 新闻又出来 18号党中央说 那你地方党部 自己要严格做审查呀 那么地方党部觉得 哇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如何严格做审查 如果这些都是特定人 推荐而来的 他们敢把他给推回去吗 于是在这到了4月25号 党中央终于讲话了 好 那我们就好好来审查审查吧 这里头出现了 介绍人没有亲自签章的问题 于是把这些 有问题的一个申请入党的 这些申请书 全部退回了给介绍人 这个没有签章的问题 指的是谁 当然就是柯建民 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 带你看到申请表上 介绍人是柯建民 用盖章的一个模式 现在说没签名 不符合规定 退回去吧 好那么现在今天最新消息 告诉你 就来做一个实质审查 是这样子在做的 但是实际我们党 民进党朋友也告诉我们 在民进党党章当中 规定了所谓的 先进党员入党申请 只要签章就好 介绍人只要签章就好 签章就有签名盖章都可以 从来没有一次告诉大家 你这个介绍人 一定要做签名 所以党中央这次 作为一须也被批评说 那你就是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 好那么进入市党部 这463份有问题的 一个相关的申请书 退回了党中央 党中央又退了出来 现在这柯建民是 那一个重要的关键人士 于是他说到 从来没有问题的 他会赶快来补签章吧 之前盖章 现在改补签名吗 那么有问题的话 当然就会拒绝 来做推荐的动作 现在告诉大家 造成党中央的困扰 现在深感抱歉了 永远的总遭深感抱歉 接下来问题 是不是就能够解决呢 我们真的是不太清楚 但刚才问到刘友员 政治事件 从基隆蹦出来 那为什么是基隆 就是为什么是基隆 这里点出有黑道 是从这里有463份的 申请案件 通通都有问题 我不知道在基隆地方上 看到这样的新闻 有什么感觉 还是没感觉吗 其实这个吴同胞 今天要选 也不是说今天 有这个消息 他才要选 事实上在过年期间 我看那个高速公路的看板 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他跟这个事情 没有跟民进党内部的 所谓斗争什么 都没有关系 纯粹就是展现实力而已 那第二点 我要奉劝民进党 这个也不必太清高了 你们哪一位 请问 耶稣不是讲 说好 可以用石头打那个 通牵的那个女人 可是他先讲 你们有心理先想 有犯罪的人就不能打 就大家把石头放下 民进党里面哪一个 不是在搞这个东西 所以我必须讲说 而且第二点 你说人家黑道 说人家有重大犯罪事实 要拿出证明呢 不然这463个人 都可以告你民进党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民进党你自己不注意在先 后面处理又那么烂在后 所以这个事情对民进党 我看民进党要从这里面 要跳出来 我看一个月都跳不出来 很多的新闻事件 大概一礼拜过了以后 就人家忘记了 包括现在人家突然 还有人记得油电双掌吗 他不太记得了 年纪也大概不太记得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都记得民进党 民进党这要搞一个多月 而且民进党的派系都会利用 一月小的派系会运用这个机会 做更大的文章 那我要请问 现在全省各地 哪一个县是没有 如果这个时候入党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 真的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还是他真正是 真心诚意要加入民进党 所以这个事情 第一个我必须替 吴同胞先生讲 跟这个事情是无关的 他本人就本来是想参选 第二个民进党要这个处理 要很小心 最后我要奉劝民进党 你这个时候还是把苏任昌 当时唯一的标靶在打的话 民进党大概就倒了 这个事情 你各派系要出来整合要讲 到底这个事情发生在哪里 还是说以后 通通跟党员投票无关了 全部这个 就全民调 这也是个方式 可是我也必须讲 全民调 就像国民党是不争气的 还把罗书蕾当靶子 罗书蕾固然讲话 可能很多国民党的人不喜欢听 可是对不起 是不是老百姓声音 是的话 你还搞什么 由于像谢龙健 这是大家不长进 怎么还在想说要排绿 请问全民调怎么排 对不对 所谓的民意 应该要怎么样展现 民进党当初把党员的意见 纳尔进来 其实告诉大家 我非常尊重的党员的一个看法 在这里展现另外一种民主 国民党在过程当中 也曾经学习过 但是这到底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民进党所谓的党务改革 今天一个实质审查 党员的入党申请 这次黑党 染黑的事件 就能够解决 当然没那么简单 刚委员也点到 其实这个事件不只是在基隆 只是在这次的过程当中 被点到基隆的一个明确性 黑道入党明确性 是最为明确 但是其实全省都有 我们带大家来整理一下 现在是已经有地区出来 而且有入党分数的一个内容 出来部分 我们在这里点了出来 有些县市还没有 在这边曝光这么多 我们就没有说到 光是我们看到基隆 刚做463份 将近有500份的一个问题在这 桃园也有500多份 再往下走来到台中 这不得了 一来来3100份 这个民进党自己说 这是一位具有台商背景的人士 所做的推荐 这一个人可以推荐 3100份的入党申请 台商背景为什么特别点出来 在这别有用心吧 观众朋友 或许你看到这已经理解 为什么民进党特别说 哇 他可是具有台商背景的人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 民进党的党员要入党 一定要自家党员推荐 这位纵使是具有台商背景的人 他也是民进党员 来我们来到东部 东台湾花莲有300多份 然后我们在台东有将近100份 而且这里很清楚告诉大家 这100份就是柯建民 柯总招推荐的 而且职业申请别上面写的是八大行业 让台东 现党部也是非常之紧张 八大行业 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一个申请状况 好 我们看北中南东 有了 但是我们带你看新北市这边 为什么特别要点出来 因为今天新北市的这个 党部主委罗志正教授说到了 好 新北市有将近1万份的新入党的申请数 这更不得了的一个数字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是什么呢 不止黑还有金 他说呢 入党人跟介绍人传出 有一千块钱的对价关系 这可不是一个个案哦 很多地区的黑跟金 都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讯息了 他说现在呢 有人收集身份证 收集到一张身份证 给500块钱 如果你拿到党证 也就是表示你已经完成入党的动作了 再给你500块钱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先请教林委员 黑跟金出现了 连罗志正这位新北市的党部主委 都说这个问题你党装不解决的话 是非常非常恐怖 非常非常伤害的状况 这个部分今天苏贞昌主席 完全没有做说明 其实讲黑到入党 大概这个还太狭窄了 主要是人头党员 人头党员是最多 黑到入党才是人头党员里面的一部分而已 这当然是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这个当然坦白讲 跟各派系的斗争有关 可是真正最关系的 就下一届民进党总统要提名谁 就这样子而已 罗志正当然他是新北市的主委 他最了解的 他还点出具体的点出地点在哪里 他说地点 民进党大飘仓 新北市的三重 五股新庄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的斗争 林家鲁也讲 林家鲁说人头党员 若是选民服务而来的人情党员 无可厚非 所以林家鲁真的不错 所以有耶鲁的背景 会做文章 人头党员他把它变成人情党员 黑道不好听 人头党员好像好听一点 然后现在变成人情党员 那人情 人情意理嘛 所以人情意理之下 入党有什么不对呢 不见得需要认同党的理念了嘛 只要有人情在 人在情在 那人在情在就有人情党员了 所以我的感觉说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你说可不可以终止 我认为不可能 现在怎么做 化枕为零嘛 以后就变成化枕为零 然后秘密集集的一批一批 分段分时间分日 把它送进来而已嘛 这个都真不能停 原因是因为 这个是各派系 决定他们命运的 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他们看到斯明德 民进党这些派系 只要看到斯明德 曾经当过民进党的党主席 也代表民进党 选过立法院的院长的人 他因为没有派系 他现在在哪里 偶尔听他讲一些党论 我们很尊敬的言论 他曾经号召50万人上街头 这个冯三军的时候 可是他最后还不是 就是离开民进党 就是没有派系的奥远 喜新娘呢 也当过党主席人 余靖安在 只不过有些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而已 所以民进党的每一个政治人物 特别有志于大位的政治人物 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工作 其实就是招募人头党员 这样才能够让他的派系 心心向荣 每天都可以成长一点 好 派系能够心心向荣之后 那么所有要在这个派系里头的 从事党公职人员 他的政治生命才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 所以杨老师这看来完全不可能改变 黑道党员这位点出来 大家都知道背后最重要的问题 叫做人头党员 但是为了人头党员 能够找更多人头进来 这头钱也进去了 所以黑跟金完全结合一起 民进党堕落到这个地步 为什么不可能改变 就是因为今天在民进党里面的 这些既得的权利者 或者既得利益阶级 他不愿意去改变 因为这个目前的这个制度 有利于他们去巩固他们的权位 像刚刚刘委员也提到 那你就做全民调 如果你做全民调的话 那今天做人头党员 他的这个功效就小了很多了 所以这是民进党他这个内部 他这个既得的权利者 既得的这个利益阶级 他为了继续握有他的这个权利 他不愿意把这个权利开放出去 可是精细复合系 今天是什么样一个时代 你还拿以前这个威权时代的那种政党 来作为民进党的一个 好像说一个运作的指标 什么还要严格审查党员 这个就在威权国家 才会去做严格审查这个入党的 这个申请单 只有那些才会做 但你现在要做的 其实应该是比方更开放 好像比如全民调这种做法 甚至你也可以把这个参加党员的这些名单 透明化 对不对 这个也许大家觉得这是个人隐私 可是当初 清明党在联署宋楚瑜的时候 要提名宋楚瑜做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那个联署过程不是都 全名单也都交给政府吗 你如果能够这样做一个透明化 就会死得有些人 他会觉得说 我干嘛要为了博取一时的这个 或一时讨你好 然后把我的这个政治立场曝光 有些人可能就会犹豫 可是因为你今天你所有的运作 全部是隐秘的 隐秘的结果 使得不在这个权力核心的人 根本没有这个参赛权 那就使得这里面的人就不断的 就像柯建民嘛 对不对 永远的总召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他掌握的人口党员多嘛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还是这些在瓜分这个党内的 这个利益的目的 好 如果大家在派系利益当中 不断的瓜分民进党利益 这个民进党还能够进步 还能够民主进步往前走嘛 已经被打了一个大问号 所以今年呢 为什么今年会在这个时刻 出现一个入党的高峰 其实对民进党而言 只要每逢选举年到来的 前一年的上半年 一到四月 一到五月 大概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带您看看 今年为止到四月份 民进党新进党员人数 已经来到了三万一千多人了 这个才四个月 蹦了三万一千多人出来 就知道现在大家都在 努力充党员人数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五月底之前要入党满一年 明年这个时刻要选举 党主席说大家才有投票权 这就是民进党的一个状况 所以看到这 这个预购检跑 新鸣跑这么久这么久 相信你也都知道 有党员大户的人 在这个选举当中 各种党公职 民进党的初选 还是正式选举 这有决定权 但重点是掌握到 党员大户的人 你能够养得起这么多党员 也要真的是口袋 非常非常之满 你才可能在这里 做到一定的人数 然后达到能够做操控 跟影响整个赛局 结果的可能性 但是面对这样的状况 民进党乐此不疲 所以现在要选党主席 大家说2014很有希望了 接下来2014赢的 那个人就可以选党主席 2016 于是在这个赛局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他不会不知道 但是他也无法脱身 因为他要在这边 掌握到最大的权力 对 所以他也要装傻 就是说很多既得利益者 他在这个旧的制度下 现在已经变成 他们的权力核心 不管是派系头头 或者是派系组合的头头 因此今天根本不是说 入党的程序问题 不是说有没有 这个失之审查的问题 而是民进党长期的 人头党员 是他的在初选制度上的 一个恶 然后现在这个恶流 已经变成了一个 很严重的癌症 那苏贞昌主席 有没有理念 去把他这个做改革 那显然看起来是没有的 那所以民党的这个 现在所面临的这个 黑道入党的这个问题呢 他所显示出来的 不仅是这个政党的堕落 而是政党里面 个别领袖的权力之争 他们有派系地盘之争 还有权力啊 那蔡英文为什么会在 之前提出来一些 不同的看法 他对所谓的黑道 要专案小组调查 我不太相信 他也是为了党的前途 他恐怕是为了自己的前途 那苏贞昌呢 他转移焦点 那一方面他知道 他自己的这个 大党编这个柯建民 恐怕在某种程度之下 是一个当权派的一种做法 所以他就迂回的去骂这个国民党 你要知道过去黑道 所谓黑道背景好了啦 人是要这个要漂白 他们是以加入国民党 或者是做国民党之友 作为一个途径 那现在呢 竟然有人是真的要透过民进党 这是事实在基隆发生的 那我也觉得你真的要从政 在地方从政 恐怕某一些有黑道背景的人士 我觉得你也自己要有一些 被人家点名了 你也有一股正气吧 要我就自动退党了 我才不要去参加那个烂党呢 那个民进党 连这个人家要从政 都不这个支持的理想 何必跟他瞎缴获呢 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 我认为还没有这个结束 因为民进党人都知道 我只要初选成功 我在大选上就成功 因此现在这一些动作 表面上都是假的 就是化整为零 那现在看起来 好像每一个人都变白道 柯建民是最大的白道 把所有的黑道都退回去了 那事实上他们私下是怎么做呢 三天几天的新闻结束之后 那整个派系互相的这个 这个利益这个分赃一下 到最后选举的时候 还是用党员做相当程度的比例 那苏贞昌自己是党员的 人头党员的受害者 所以他不会去改革 他只会加入这个 奇臭无比的旧的制度里面 这个就是民进党让人悲哀的地方 因为国民党如果执政不佳 国民党让大家没有期待感 那我们希望的是民进党 但这件事情证明 民进党已经从一个理念的政党 变成一个腐败政党 这个非常对不起 民进党里面的核心支持者 现在的核心支持者 至少还有三成到四成左右 是非常残忍的政治现实 好 所以核心的支持者 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一个变化吗 如果你支持民进党 最后只是一个腐烂腐败 只为各自的一个权力来这里斗争 然后在这里希望能够达 获取最多的利益 那么这样再支持民进党 你不会觉得非常非常之心酸吗 文光华再来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